哈啰,大家好,我是菲英,最近天气特别热 大家有去买杯手摇饮来消除一下吗? 至少我周围的朋友中有不少人都在纠团订饮料 台湾人爱喝手摇饮的印象在国际中更是生殖人心 手摇饮料店也越开越多,随处可见饮料店 到哪里也都是人只有一杯手摇杯 不过究竟哪间饮料店是台湾人心中排行的第一名呢? 哪种饮料又最受到大家的喜爱呢? 这次就来跟大家分享2023台湾人最爱的手摇饮前五名 给大家作为买饮料参考啦 第一名,五十兰,一号 饮料界的霸主仍是五十兰 品牌创立多年,仍屹立不咬 在全台各地都有他们的分店 人气商品则是,一号四季春珍播椰 一次就能吃到三种料,光是料就接近半杯量 一入口就能感受到清柴的清新茶香 回甘不苦涩,每吸一口都能吃到椰果 小珍珠吉波霸,口感非常丰富 最受欢迎的冰块甜度为,不堂续冰 真他为国民饮料一点也不为过 第二名,清新福泉,优多绿茶 亥隐藏版珍珠蜂蜜鲜奶普尔 清甜微酸,甜而不腻 酸而不涩的口感征服套客味蕾的优多绿茶 深受消费者欢迎 另外,隐藏版饮料 珍珠蜂蜜鲜奶普尔也是许多人喜爱的饮料选项 是一个从客制化变成隐藏版饮品的代表 到清新买饮料的朋友不妨尝试看看 第三名,可不可熟成红茶 熟成红茶,腌制红茶 可不可最知名的就是他们的红茶 其中最热销的商品就是其店名 熟成红茶,使用的是西兰红茶 其次味,腌制红茶,使用果香茶带有水蜜桃风味 用绝妙的比例将水蜜桃与红茶和美容在一起 是让许多红茶控爱不释手的独家饮品 第四名,马骨茶芳,高山金轩茶 虽然马骨茶芳是以新鲜水果为主打 品相多为水果系列 不过最多人点尽是跟水果完全无关的高山金轩茶 可见台湾人还是普遍爱喝红茶高于特调茶饮 也证明了红茶类还是目前饮料的主流消费族群 第五名,米克夏,贝香绝名大卖 令人意外的还有米克夏 竟然并非以牛奶系列饮品为销量第一 毕竟他们的标语是 为了你,我们养了一群牛 这个标语实在是深入人心 然而被香绝名大卖 独有的香气与卖茶融合起来层次相当丰富 再加上平易近人的价格 也因此深受多数人喜爱 总体来讲 这几间饮料店都是目前开在台湾各地的知名连锁店 购买的人都也很正常 另外排名也不一定是因为喜好 而是价格叫人接受 毕竟现在一杯手摇印也不便宜 随便一杯饮料就7.80元 几乎跟一个便当的价钱差不多 也有些饮料店深受当地人喜爱 却因为没有开发票 而没有被列入统计范围内 你喜欢什么饮料呢? 留言告诉我吧 我是飞鹰 我们下次见 by BYE